如果这三战三截是属于国民党的话 那大概国民党未来在政局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如果说通通输给赖清德的话 各位想想看2024年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民进党已经开始磨刀祸祸 他们要准备打下嘉义市 也要拿下南投县的立委 也要拿下台北蒋万安遗留的立委席次 况且提名人权都已经确定了 那嘉义市大概问题不大 但是不容忽略的重南问题不大 无论是侯友宜 无论是张善政 无论是蒋万安 无论是朱立伦 还有一个卢秀燕 都要注意这块趋势的发展 因为根据过去 几次服选的先例 国民党都输 我们看看2019年 就是三重制的立委 高志彤因为案子的关系被关押到监牢 他资格被取消以后 国民党临时让正式为上阵 那民进党找了个余天 正式为在寒流的加持之下 坦白说他还是输给了余天 这是第一场 国民党大胜之后的辅选 补选大败 那第二场就是郑龙介对郭国文 这一场郭国文他刚刚开始区区劣势 可是赖清德他在辞职以后 他回到台南 我亲眼看到 接连一个月都在街头为郭国文复选 到了最后 国民党还是败 这两次复选 是你国民党身世最盛的时候 你却打败 原因何在 第一个你太依赖寒流 寒流是全台区域跑透透 而不是单指你三重 或者是台南这一选区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这三场复选 对国民党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国民党没有蹉跎的时间 就好比说 民进党在这三个区域 加以我们不谈 因为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上面 我都讲了很多 这个只不过是县市长的元旭 那黄敏会的实力还是胜过李俊逸 那赖清德已经要下去帮李俊逸 纵然他是蔡英文的人 但是赖清德还是决心帮他 赖清德会在这三场选举里面 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这个是国民党不要忽略的 这个是赖清德已经在开始操兵了 那请问国民党对南投跟台北市 这两席截至目前为止 还要通过中常会 人选搞不定 就是说这两席对台北来讲 蒋万安必须要吉利服选 你拿着趁胜的余威 你必须要帮国民党稳定台北这场选举 卢秀燕应该去南投 去帮许淑华还有帮国民党去稳定这一席 因为我们判断南投县大概是由蔡培会 就是输给许淑华的那个人 因为他是蔡英文的爱将 大概由他来参选南投 的立委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个吴林一龙一个蔡培会 如果这两席都是国民党的席次 都被民进党拿走的话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是一种警讯 所以国民党应该马上收起胜利的欢呼 派大员重兵押正 把这两席四国民党的席位稳定下来再拿下 假议事 如果这三战三截是属于国民党的话 那大概 国民党未来在政局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如果说通通输给赖清德的话 各位想想看2024年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理解到 所谓理解到正如同韩国瑜的罢免案 蔡英文在大胜之后 他趁胜追击 运用名气可用 罢免了韩国瑜 让陈其脉上来 各位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民进党是善于类似的作战 那现在赖清德除了整编派系以外 这三场战役 他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等同于前哨战 所以国民党就必须他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这三区都是你国民党的习势 只要掉了一席 就是证明风向变 所以国民党千万不能轻功 卢秀燕应该要守南投 蒋万安应该要守台北 然后相关人士应该要保住黄敏慧 原本可以胜利的一席市长 所以这三场战役 我们从政治角度分析 对国民党的影响是非同小可 对民进党来讲 这三席本来都不是我的 输了没有人会追究 但是至少民进党已经在展现了 我还有一战的能力 那国民党当然是要小心 如果这三席里面丢掉任何一风向 必然改变 值得国民党注意跟警惕 最后一度以为了